多肉到了春天之后呢 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生长的时期 大家看过这盆法师 它上面绿绿的就是它新长出来的叶子 那么春季是多肉长新芽 长新叶最快的一个时期 我们有两个雷一定一定要避开 不要再去采了 不然这个多肉到了夏季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难熬 很难扛过这个夏季 第一个在春季的时候 一定要禁止多肉淋雨 尤其是长期淋雨 偶尔淋雨两次问题还不大 如果长时间把它暴露在 露天的环境下面去给它淋雨的话 那么它的根系就非常容易出现腐烂 因为雨水太充足了 它的这个盆土非常的潮湿 它的根系特别讨厌这种环境 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烂根的问题 它只是出现轻微的烂根 你还没有发现 万一它这个气温突然上升 就会迅速的蔓延成一大片的烂根了 所以我们养这些多肉的时候 一定要禁止淋雨 那么第二个在春季 一定一定不要再养这个多肉去出状态 春季是它恢复元气的时候 在冬季的时候呢 这些多肉呢 已经是连续的出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状态 它的养分消耗呢 已经是非常多了 它这个植株呢 可能也有一些累了 如果现在再继续去催松它的状态的话 那么这盆多肉到了夏季的时候呢 就很难熬了 它这个植株里面的养分呢 它的抗性呢 还没有恢复过来 就要进入这个休眠期 那么它们就会挂掉了 所以在三月份开始 就不要让自家的多肉再去长状态了 给它多补充一些营养 去让它把冬季消耗掉的 那一部分养分补充回来 好让它提到最高的抗性 去迎接接下来的夏季 所以呢 在春季的时候呢 养多肉呢 一定要注意好 不要让它再继续的出这个状态 如果你不想在夏季的时候呢 你家的多肉只剩这个花盆的话 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 一定要留心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